這位是甚麼人呢 這個叫楊惠龍 我學很多經濟的東西都有看他的視頻 當時在有線電視上有一個專輯講財經 自從去一次罵的匯豐銀行 從此消失了 這個人是甚麼人呢 他最高讀書去到美國加州讀過大學 做了財經工作 出了幾本書 在香港找到財經台做財經節目 這個人都很情緒化 有一次 經常見到不平就踢爆他 有一次踢爆到匯豐銀行 當然踢爆完之後就沒得做了 這個人本身是我理工學院的師兄 他早我幾屆 讀完之後就去了美國進修 然後由機械行變成財經 我跟他在Facebook和電郵通訊過很多次 這個人是一個相當好的人 自從他踢爆了匯豐銀行之後 就沒得做了 很沉寂 做了一些沒那麼賺錢的工作 現在簡直是消聲匿跡了 我想再找這個朋友都找不到 好 多謝收睇 歡迎訂閱 好 多謝收睇 歡迎訂閱 你們都可以上網找得回這些影片 或者我可以在我現在這個影片下面 放回連結 不如要我 我有時間才行 多謝收睇 歡迎訂閱